那么慕尼黑安全会议已经召开 今天法国方面宣布 法国的外长勒克尔努 他表示法国将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攻击型无人机 法国最新研制的无人机将投入乌克兰战场 塞巴斯蒂安·勒克尔努是法国的国防部长 他在今天表示到2024年 我们很有可能在新的军事能力方面取得巨大成功 新一代的无人机开发就是例子 这个项目处于测试阶段 乌克兰将是首批项目 也就是法国将把首批的测试无人机运抵乌克兰 将参加实战 今天中国的外长王毅与乌克兰的外长库列巴举行了会谈 在德国密尼黑 召开的这一次的安全对话 德国方面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最新的军事援助 其中包括 18辆FFG装甲车 3990枚15毫米炮弹 3辆扫雷车 1辆工程装甲车 9辆特72坦克扫雷车 10架无人机 30架RQ35 11架PONE无人机 7架小型无人机 4架边境车 500个照明系统 还有一些IT设备 英国和美国将在 今年向乌克兰提供数千架乌克兰的无人机 这也是乌克兰方面证实的 法国英国美国都将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 而丹麦 丹麦今天的消息 丹麦将把所有的火炮向乌克兰转移 丹麦首相弗里德里克森 在木尼黑安全会上证实这个消息 他说 欧洲拥有尚未使用的武器 弹药和防控系统 并呼吁 其他国家将弹药转移至乌克兰 他说乌克兰现在向我们所要的弹药火炮 丹麦已经决定将所有的火炮转移到乌克兰 另外呢 这个荷兰的首相 旅特 他呢 也谈到俄乌战争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胜利对北约影响 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取得成功 这不仅会威胁到俄罗斯临近国家 还将威胁到更多广泛的国家 也将反映北约领土上 我们必须比现在做的更多 以确保我们传达的信息 是我们不仅保护 保持相关性 而且美国证明了它的参与 二战后呢 这很重要 现在也很重要 中欧 东欧国家 将当然会感受到 对安全造成的后果 自然美国人有权 向我们要求更多 我们要达到3%的开支 而且我们不能就此止步 他说这不仅是重申欧洲与大乡联盟的 历史时刻 也是维护强大军事政治组织 北约权力的历史性时刻 那么北约的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呢 说啊 我们看到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不断走近 如果普京总统在乌克兰获胜 这对乌克兰来说是一个问题 但不仅是向普京 也向习近平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 即使用武力 可取得成果 今天的乌克兰发生的事 明天也将在台湾发生 因此我认为 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不是施舍 而是符合美国力 因为这减少了习近平对台湾武装动武的机会 花费美国国防预算的一小部分就摧毁了俄罗斯很大一部分军事力量 错而阻止了普京在乌克兰占据上风 因为中国呢 也在密切关注 那斯托腾贝格呢 将中国 朝鲜 俄罗斯 伊朗 列为了这个 极权国家 而且称习近平的是独裁者 所以现在呢 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 未来呢 不会减少 而且俄乌战争未来会长期化 美国方面呢 也宣布 美国将于今年的6月 将向乌克兰提供 美国征产的F16战机 过去F16呢 是由丹麦提供的 一部分来自于英国 那么现在 美国的F16 将于2024年6月 到达乌克兰 这是非常清晰的 立陶宛的国防部长 叫阿努·萨斯卡斯 他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 证实了一个消息 他认为美国F16战机 将在6月份 进入乌克兰战场 那现在美国呢 实际上已经培训了 12名乌克兰飞行员 现在来看呢 无人机加F16战机 未来俄乌战场呢 将向这个 更高水平发展 以后从地面战 未来将更多的 用无人机和有人战机 在空中交火 这也是今年下半年 一个新的趋势 咱们再回到俄乌战场 今天的俄罗斯方面呢 打击了利沃夫 利沃夫的一处军工厂 被俄军摧毁 这个是利沃夫 当地的负责人 马克西姆科奇茨基 他呢证实 打击的是在 莫斯科时间的 今天的凌晨4点 打击以后呢 当地呢出现了 大火 可以看到 工厂被摧毁 这是利沃夫 除利沃夫以外呢 俄军今天呢 还打击了哈尔科夫 另外还有库布扬斯科 这是库布扬斯科 当地的这个 打击现场 俄军在库布扬斯科 方向啊 进行了大功的轰炸 包括使用滑翔炸弹 那么除了库布扬斯科 方向以外呢 俄军现在呢 在 哈尔科夫 基辅都使用了这个 远程攻击的新型导弹 那么也说明 俄罗斯方面呢 现在它的 导弹 现在整个的生产能力 是非常强大的 通过打击实际上呢 也在摧毁乌军的后勤 补给能力 这个是今天啊 斯拉比扬斯科 遭到俄军 远程导弹打击的画面 斯拉比扬斯科 我再说一遍啊 今天呢 在阿弗蒂夫卡的这个解放 烧伊古和格拉西莫尔夫 向普京汇报了三次 佩茨科夫啊 俄总统普京的秘书表示 格拉西莫尔夫 烧伊古 分三次啊 报告了阿弗蒂卡行动进展 呃 他呢 证实 2月17号 莫斯科时间下午 即报告啊 俄军完全解放了阿弗蒂卡 是2月17号的下午报告的 那佩斯科夫表示啊 普京花了几个小时啊 这是打击斯拉比扬册啊 可以看啊 花了几个小时啊 认真地听取了汇报 特别是格拉西莫夫的汇报 那格拉西莫夫呢 在下午呢 向普京汇报完情况以后呢 2月17日的晚间 格拉西莫夫呢 与烧伊古决定啊 下达作战命令 于18日凌晨4点 俄军开始大公文的军事行动 那么普京呢 于第2天 也就是18日的莫斯科时间 上午11点 听取了行动报告 敌军呢 已经完全从阿弗蒂卡方向撤退 并放弃了所有这地 那么18日啊 中午午后呢 普京又一次听取了 作战计划 并发表了 声明 就是鼓励 以及支持俄军在 顿巴斯地区的 大公文军事行动 并授予俄军作战部队 嘉奖 有普京呢 是一直在关注着 阿弗蒂夫卡 这个普京呢 实际上过去的讲话中 提到过阿弗蒂夫卡 也说明了实际上 阿弗蒂卡战役本身呢 就是普京和格拉西莫夫 亲自 在做这个计划 我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实际上塞尔斯基呢 在周六晚间宣布的 从阿弗蒂卡方向撤出 塞尔斯基的说法呢 是为避免 乌军被包围 那乌军呢 现在从阿弗蒂卡方向撤离呢 应该是塞尔斯基 和这个前乌军总司令 扎如内之间的矛盾 恶化和升级的结果 因为扎如内呢 在去年的12月份 就曾要求塞尔斯基 从阿弗蒂夫卡撤军 但是呢 当时 塞尔斯基不但没有撤军 还反倒跑到阿弗蒂卡方向 进行了拍照 进行了慰问 那么坚持在阿弗蒂卡方向 不撤军 那在慰尼黑安全会议上呢 塞尔斯基对阿弗蒂卡 情况也发表了评论 他说乌克兰武装备的行动 仅受限于我们的武器不足和射程 他指责西方盟友 为乌克兰制造人为的武器短缺 特别是火炮和远程武器 俄罗斯在某种程度上 占着上风 他又有军事优势 那西方媒体呢 认为呢 扎如内和塞尔斯基之间 这个矛盾 分歧就在阿弗蒂卡 2022年初的时候呢 阿弗蒂卡呢 居住了3万人 目前呢 大部分居民已经逃离 那14年以来呢 乌军一直将阿弗蒂卡 建设成在顿巴斯 最重要的一个 要塞 特别是炮兵阵地 不断的向顿涅斯克 发射炮弹 阿弗蒂卡现在呢 俄军 为什么普京啊 包括格拉西姆 这么重视阿弗蒂卡 咱们来看这张图 阿弗蒂夫卡呢 它是一个战略枢纽 也就是阿弗蒂夫卡方向 它是铁路 重要的枢纽 还有公路枢纽 沿阿弗蒂夫卡方向 几公里外呢 就有铁路连接顿涅斯克 格尔洛夫卡 还有卢干斯克 从阿弗蒂卡方向 可以到达格尔洛夫卡 北上呢 就可以到达北顿涅斯克 卢干斯克 巴亨姆特 另外呢 俄罗斯现在在阿弗蒂卡南郊 已经控制了接近 顿涅斯克的所有的乌军的阵地 那么下一步俄军呢 就能够通过阿弗蒂夫卡 继续连接 马林卡南部 以及乌格达尔线 就通过顿涅斯克 打通了这个环节 就打通了整个的运输线 看到了吧 通过格尔洛夫卡 到达巴哈姆特 所以阿弗蒂夫卡 就像血管里边 这个血栓一样 把这个血栓打通以后 整个的顿涅斯克 它的整个的物流线路 就畅通了 有了物流线路 俄军的弹药补给人员 就能大规模的进行部署 那么也就在顿涅斯克 俄军未来和乌军作战 就优势更明显了 所以主要是打通这个 运输大动脉 所以阿弗蒂夫卡非常重要 那俄军是从去年10月份 开始对阿弗蒂夫卡发动总攻的 当时我一直在报道 首先普京也提到了阿弗蒂夫卡方向 年初的时候 阿弗蒂夫卡地区的巷战已经开始 而且一个月以内 情况就发生了巨变 俄军在阿弗蒂夫卡方向 是投入了大规模的航空作战能力 特别是远程的航空兵 进行大规模轰炸 这个是现在解放阿弗蒂夫卡的主要原因 原本乌军是想把阿弗蒂夫卡的交化厂 变成第二个亚速钢铁厂 但是现在来看 随着俄军的重装备 包括俄军的远程 1.5吨的航空炸弹 阿弗蒂夫卡的这些北约的防线 按北约标准制造的一些防线 在1.5吨大规模导弹 还有航空炸弹空袭之下 它是守卫不了乌军 所以只能投降 也不可能再重现当时的亚速钢铁厂 所以很快就投降了 当时其实扎炉日内 我觉得他确实是职业军人 他到这一看就知道守不住 扎炉日内访问过阿弗蒂夫卡 就在去年10月份 汇报给泽连斯基 要求撤军 结果泽连斯基和扎炉日之间关系恶劣 换了塞尔斯基以后 塞尔斯基想守住 但是现在一看 手也守不住 所以整个阿弗蒂夫卡的情况来看 乌克兰方面 现在来看 他失去阿弗蒂夫卡以后 俄军可以通过阿弗蒂夫卡 进一步向北部 克拉马托尔斯克 还有向红军村 向大诺施尔卡这一线发动攻击 那么实际上俄军就可以完全解放 顿尼斯克宪法边界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对外解放了阿弗蒂夫卡对北部 巴哈姆特和斯拉比亚斯克 奥斯基尔河一线也有一个新的突破 今天在特尔尼 在热利比基河这个方向 俄军在特尔尼方向 今天是取得了突破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特尔尼方向 俄军继续突破了乌军防线 现在距离特尔尼只有1.2公里 也就是不到2公里 接近1公里的距离 1公里是多少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俄军现在再继续接近特尔尼 接近这个方向 这是热利比基河 那么也就接近了红军村 在这个方向 俄军还摧毁了乌军的暴式坦克 那现在在红军村 红利曼 在红利曼方向 俄军下一步将攻击 热列别基河到奥斯基尔河一线 就是攻击红利曼 这个红利曼如果能够拿下 那么北部斯拉布扬斯克 这个北部的包围圈就形成了 也就是越过热列别基河 奥斯基尔河一线 红军村 还有斯拉布扬斯克这一线 可以看到俄军整体就完成了包围 那么俄军下一步越过奥斯基尔河 库布扬斯克方向 战役打响 就能够到达北顿年斯克 这条线 那就收复 两年前 乌军反击 占领的哈尔科夫 大片领土 所以今天俄军也对 库布扬斯克方向 进行大漠轰炸 所以实际上俄军在整条战线上都是潜押 都在潜押 所以说整体上俄军的作战计划呢 就是要在顿尼斯克恢复宪法边界的同时 在北部 对克拉玛托斯斯拉布扬斯克北部 它的补给线 形成压力 为方便俄军在巴赫姆特 还有顿尼斯克方向 来解放斯拉布扬斯克卡马托尔斯克做准备 所以为了哈尔科夫地区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它能够牵制乌军的主力 在奥斯基尔黑衔 我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的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最新的战报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呢 17号 中央集团军解放了阿弗底卡市 顿尼斯克俄军推进了约8.6公里 解放区面积是31.75平方公里 乌军损失1500人 库布扬斯克方向 西部救援军 在哈尔科夫的新科夫卡 比多巴布洛夫卡 伊万诺夫卡 击败了乌军的14 566计划率 乌军损失40人 一辆坦克三辆装甲车 三辆汽车 在炮战中呢 乌军的克拉布 波兰制造的克拉布 自行火爆被摧毁 两门第二零榴弹炮被摧毁 还有两门 格沃自行火爆 还有第三零榴弹炮 红利曼方向 中部集团军 在杨波罗夫卡方向 击退了乌军63 25空中突击旅 乌军损失100人 一辆坦克 三辆装甲车 四辆汽车 顿尼斯克方向 南部集团军 在比尔罗夫卡方向 击退了乌军 第42 93 81 接化旅 在克拉斯诺1 乌军损失达到400人 两辆坦克 三辆不战车 四辆装甲车 六辆汽车 另外还有三门榴弹炮 还有第二零 第三零榴弹炮 和一辆 斯特拉10防空导弹系统 在南顿尼斯克方向 东部集团军 在乌罗扎诺方向 击退了乌军 击退了乌军58 127 陆防旅 在普利尤特努耶方向 乌军损失190人 两辆坦克 两辆装甲车 三辆汽车 在炮战中 波兰的克拉布自行火炮 两门英国的FH70榴弹炮 两门MST杠币榴弹炮 一门舰杆反坦克炮被摧毁 赫尔松方向 在拉伯蒂诺 威尔伯方向 利沃 利沃沃方向 乌军损失70人 一辆不战车 三辆汽车 另外摧毁了一套美制的M777 还有格沃自行火炮 以及美国的TPK48 反雷达炮 乌军是31接化旅 在顿涅茨克 热兰诺耶方向 一个弹药库被乌军摧毁 另外俄军拦截了四枚哈马斯 击落了105架乌克兰的无人机 这是今天在哈尔科夫前线的一个情况 这是俄军在哈尔科夫方向摧毁 鲍尔坦克 应该是鲍尔2A4 所以在整个的哈尔科夫前线到顿尼斯克前线 可以看到实际上都在俄罗斯总参部的作战计划内 还是2024年的总目标是恢复顿尼斯克限返边界 并解放斯拉比扬色克拉马托尔斯克 乌克兰如果不能获得美国的援助的话 乌军很有可能会损失乌东地区大片领土 所以随着2024年美国大选的开始 俄乌战场会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 特别是共和党民主党对乌克兰的看法 特别是援助乌克兰 俄罗斯方面现在和美国 实际上是希望能够达成某种默契 也就是希望能够进行谈判 普京在解放了阿富汀卡之后还发表讲话 希望能够和乌克兰坐下来谈 也就是说希望美国能促成俄乌战场停火 但现在看美国方面并不积极 俄罗斯方面说法是俄罗斯永远敞开谈判的大门 从这点看俄罗斯是希望利用战场成为胜利 来刺激北约刺激乌克兰坐下来和俄罗斯方面来谈 也就是承认俄罗斯乌东地区和克里米亚 扎布勒这个地区承认其领土 所以美国方面特别是民主党 现在对俄罗斯施压 俄罗斯方面要在战场上 要给乌克兰制造更多的压力 这是今天乌克兰的情况 我会持续关注 后续哈尔科夫前线有更多消息 我也会低下